疫情之下我們當然是要團結來對抗病毒 但台灣有一個現象 就是講到疫苗可能就會有一些對立的氛圍 因為目前我們疫苗還算是有短缺的情形 包括你可以看到前時代力量立委 黃國昌他之前在臉書就曾經酸過指揮官陳時中 因為當時台積電跟鴻海都買到了30幾塊的BNT疫苗 他就算說陳時中曾經講過沒看過這麼低的 後來確實他這篇文章一出之後 粉絲就說他要退贊 這就代表說其實疫苗這件事情 在台灣是有對立氛圍的 社群厭惡的行為 其實根據統計下來 宗教言論政治極端以及無聊的內容 通通都會顯現 不過講到了社群的山友潮或是同溫層 你一定會想到的是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 上一波的大量山友潮可能就在這裡了 那您可以看到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也有教授統計 像是台藝大廣電系的教授賴翔衛就說 民眾比較喜歡用的是二分法 用立場來決定是非 反而放棄了獨立思考 輔大新傳系的主任何旭初就說 他說這個社群媒體的演算法 就會比較多立場相似的資訊 誤會自己是主流 這說的大概就是同溫層的概念 那淡大的全球發展學院的院長包正豪 他則學的現在社會走向的是政治極化 也就是人們選邊厭惡異己 那難以折衷容忍就會失去理性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